从流浪狗逆袭为动物明星 可以说果真儿的脱颖而出离不开宠物师何君的悉心调教 而何君对动物爱的教育这样一个理念 也让我们对人与动物的关系有了更为新的认识和思考 一只小小的宠物狗能够得到观众们如此的喜爱 也表达了大家对美好世界的某些期待 生命平等 动物同样需要被爱 与何君一样 咱们接下来的这位主角也是一位爱动物的达人 他建造了自己的鹦鹉王国 甚至很多人亲切地称他为鸟叔 他和鸟一次意外地邂逅 却不料半辈子围着鸟打转 如今他是年入二百万的农民鸟叔 升国旗 骑自行车 北唐师 他调教过的鹦鹉各个精灵古怪 身怀绝技 他就是来自河南洛阳的乔建鼎 大家好 我是来自洛阳的乔建鼎 今年46岁 哦 欢迎您乔建鼎 这个鸟是您带来的您训练的是吗 对 这个鸟叫什么名字呢 它的名字叫玛丽 玛丽 是女生啊 对 它是个女生 嗨 玛丽你好 她会跟我们打招呼吗 嗨 玛丽你好 我是马丁 你哥 你哥 把手举起来打个招呼 来 嗨 你哥 玛丁在这呢 那他会叫玛丁哥吗 哎呀 玛丁哥 终于等到你 还好我没放弃 看到他玛丁哥了 兴奋 对 比较兴奋了 哎呀呀呀呀 哥 你行吗 哥 你行吗 您养鹦鹉有多少年了呀 我是从93年开始接触鹦鹉 到现在有23年了 我听说你还给鹦鹉办培训班 有多少鹦鹉来参加你的培训班 你又教他们一些什么呢 这鹦鹉呀 还有很多才艺 比如说语言 你像这些动作 有技巧类的 扰动类的 等等等等很多节目 所以说呢 把自己的宠物 培养的有才艺一点 我觉得这特项我送我们家宝宝去 去学才艺 万鹦鹉的话肯定认自己的主人吧 对 如果我上去的话 他不但不认我 还走我一口都说不定 你去试试吧 那他会走我吗 不会的 不会的 真的不会啊 对 不会 嗨 马丁弟弟 你可以喂喂他 马丁弟弟你好 马丁妹妹 没事 没事 他自己还播出来了 那怎么着 你还让人连壳吃啊 马丁老师啊 正好不良 你的妹妹真的 比你聪明 你不要害怕他 他不咬我 你还可以教他跳舞啊 你也可以啊 你看 老师我跟你说 你就这样手呢这样动 手不要让他吃到 然后呢让他看到 这样手上下动 再远一点 来来来来来来来 你看肯定不行 没戏 你看 你哥哥让你跳舞 没有不明 你哥哥让你跳舞啊 你看 来来来来来来来 徐老师 让我们马家人来试一下 你往那边点 你别这么生人 他看着 好 他静静的在认 看样子是同义母的 到底是什么时候 跟哥哥失散的呢 真是 哥 哥你在旁边 还给我来了 哥 来 我跟你们说 你们知道马丁心里在想什么 三个老辣肉还在这动我呢 我喜欢的是小鲜肉 都坐在上面的是吧 对 来 像他呀这样可以解开 可以放到你身上 都是他害怕的 是 放在你的肩上都没事 好 来 站过来 站过来